南韓N號房集體性虐案 主犯趙主斌被起訴 首爾檢察廳指 24歲的趙主斌被控去年5月至今年2月 威迫最少25個女子拍攝性虐影像 包括8個未成年少女 並上傳去到Telegram聊天群組 被付費的會員瀏覽 她亦涉嫌疏死共犯 試圖性侵一個15歲少女 檢察廳申請凍結趙主斌 1億3千萬韓文現金 折合是大約83萬港元 並凍結她的銀行帳戶